這個期天當中講些多少賣多少管道, 賣管就是生上的氣,賣書腳的管路多少, 一共在兩天排裡頭三十八個期天, 就九個多月, 三十八個期天多少天啊? 各位算算看,我們會會找,多少天啊? 一百六十六天 那不是啊,三十八個期天, 那麼就跟他講成了, 然後就出臺了, 到了最後這個氣就到了, 頭條過來了。 這個胎兒呢,在釀胎裡頭, 所以中國人後來也知道, 幾千年說過, 女的,這個嬰兒跟女的, 媽媽肚子看到是遠一點的, 因為女的是釀到的。 這男的啊,媽媽肚子啊, 拱一點,接一點的, 男的是被, 這個面對到媽媽的肚子背下肚皮外面這個方向, 啊, 你這麼相反的, 等於一個人死在水裡頭一樣, 男人死在水裡頭, 浮起來的時候是爬到的, 女人死在水裡頭浮起來的時候是釀到的。 這又是個苦手道理, 中國人呢, 過去只要兩個都代表一個嬰兒, 一個癢, 也是苦手, 營養也是這樣。 這個生命的道理什麼道理? 你不要日別聽過哦, 說女性的羞恥的法門, 男性的羞恥的法門, 完全一樣的當中有不一樣, 不一樣當中也有一樣, 就那麼細。 好, 等到該懷胎下來的時候, 不一定會生哦。 有些人的捏抱, 是在胎兒清江成功了, 死在胎兒中, 胎中。 有些的捏抱, 且生殺捏中的話, 有些捏抱呢, 也可以下生了, 死在兩胎的殘導中。 有些人剛剛生下來就是, 就是這樣。 那麼, 扶在這一本症裡頭啊, 大體告訴你, 就是個哭, 千萬注意, 你們要修持這一本症給我念得好, 才告訴你, 你修持才能夠上路。 這一本症沒有念得好, 你修持很難上路, 但是這種重要的症點, 大家都知道看看, 症、鋼、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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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症啊, 好慮得大家留下好像都懂了一樣, 這些很重要的症點。 这个要注意的 那么等到这个人胎儿生下来 胎儿在酿胎里头要不要饮食呢? 吃东西的,不是嘴吃的 母亲期待已经提了过叔叔 所以胎儿在酿胎里头没有大小便 等于一个得定的人 当时大小便可以听到 但是肠子要干净了 所以肠胎不干净 真正能够得定是做不到的 是那个普通的大度 你们吃了一个这么一个肚子 然后很多,对不起啊,我讲话 现在大家摳个头也是碰到人 不要怪啊,我常常说 现在多少出家人都是躺身 躺身呢?都有疼鳥病 所以我叫他躺身 为什么要那疼鳥病? 那,饮食吃坏了 生命一食容易 因为吃的太多 还叫做摩得太多 都把一样破坏了 也会收敛的回来的 懂得那个道理 就可以收敛的回来 要好好用功 那么胎儿在里头 也要用事 现在口水念头 胎儿在里头 一定要胜育的要求 那么现在口水念头 胎儿在台里头 两台里头 我们外面大人家里头 讲什么做什么都清楚 就是转 风一转动 出胎的时候 往下 现在 我刚才这样给大家报告 你不要听了我 讲得很好听 我不是来埋嘴巴 说股市的哦 我是确实大家 好好自己去讨论 自己去看 这个里头枯手的问题 很多很多在里头 到去都是问题 不要轻易堵过去 不要轻易堵过去 哦 我承命令 愚寨的事情来了 股先生说 愚寨里头 应施男女吃吃饭去 好了 下午几点 你喝了 我们 大概 这次的 这个研究的法会 因為我理想中的傳堂蠻大的,現在看來很小哈。 傳是中國文化的特色,也就是傳中。 過去在印度沒有這個伏法,沒有這個傳堂。 到中國來長頌興起的。 那麼到現在一個叢林經的傳堂,中國海峽兩面都沒有。 過去好多年日本人像我們,你們中國人自己認為是傳中的宗族國, 一個像樣的傳堂都沒有。 我們實在講不出話了。 這個,所謂像樣的傳堂就比較難了。 能夠保持傳堂的作風,日本還有這樣的。 但是,到底變成日本的傳堂,也差得很遠。 所以,三四十年以前我開始寫那一本《殘海淚》這本書的時候,是為了兩件事。 一個是,一個是林木大祖,在美國弘洋禪監中。 認為在日本的文化最高點。 內在這個意思。 我们中国有位熟寨,你们大家都知道叫伏食, 我们想骂他,说笑话骂他,伏食,伏承。 他写文章, 批驳这个产与虚人老后人,甚至认为虚人老后人活一百二十多岁都是假的。 那么很多的修福的在家出家的奉奉不平, 我说好好好,我就写吧,写吧。 但是多少年来,想中国真正这个奉奉。